欸 瑪莉啊 如果今天只能選一樣東西帶出門的話 你會帶哪樣呢 只能挑一個喔 蛤 這個問題 怎麼那麼難啊 就是如果只能帶一樣出門 大家好 我是瑪莉 今天要來收包包囉 我現在盡量就是買包包的size 就是不要超過它 覺得人到一個年紀 就是要活得越精簡越好 就少帶一些東西出門 首先呢 就是生理其包 然後還有皮夾 還有牙刷 吃完飯要刷牙 還有糖果 欸 這個柚子皮 我沒有跟大家開玩笑的 真的很好吃 我說真的就是 它是用柚子皮去做的 所以它甜甜的 可是又有柚子皮的苦味 我很喜歡 每次去日本都會少貨少很多 還有我的化妝包 還有一個就是 喔 這個是我今天有帶的 我要送給我朋友 因為他最近生小孩了 紳士吸口水毛巾 我覺得很可愛啊 就是那個小孩老村郎 可是還是維持一個很帥氣的樣子 好 希望小朋友用得開心 接下來是皮夾的部分 有一個東西是也常帶在身邊的 我帶了之後就 欸 去年金鐘紅毯 真的蠻順利的 又陸續跟了我到今年的金曲紅毯 到今年的金鐘紅毯 我就覺得好像是一個保佑的感覺 就一直帶在身上 現在呢 就到了化妝包的部分 好 這邊全部都是藥類 就是人家有個年紀好像身體越來越不好 所以你要常被各種藥物在身上 哪裡痛 哪裡不舒服 哪裡想吐 哪裡想拉 哪裡堵住 你就可以馬上進行一個最有效的治療 可以的話 我所有的東西都是帶最小份量的 最小的紙圓油 大家會注重手啊 然後什麼 可是其實紙圓非常的重要 這個是滾珠式的 這是我用到目前為止覺得最剛剛好的 紙圓油補完之後 直接獲得了滋潤 你有聽到你的手臂在咆哮嗎 它也需要滋潤 但是不能只有這邊油 手也要 然後有時候我覺得護手上 我就會帶到一些耳後 因為我就沒有帶那種香水補香的東西出門 護手上就是我補香香的東西 因為常常主持活動嘛 就是 口氣方向噴霧 然後呢 甜這個好像很紅的小藍瓶 也是選最小瓶的 然後護唇膏 因為工作的地方常常 彩妝師會根據你不同的服裝啊 會搭配不同的口紅 所以我自己很少買 所以它現在還是非常的新 可是我個人是一個非常喜歡 補黃色塗灰色塗棕手 是不是很漂亮我自己講 有吧有吧 有吧 好啊 這些男生都沒有共鳴沒有關係啊 蜜粉餅是Elegance的 或是蜜粉大家可能會帶刷子用刷的 可是它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用它的粉撲 然後這樣繞一圈 然後在你的粉撲這樣揉一揉讓它散開 大部分都是用拍的嘛 就是或是用刷的 可是他們家比較特別是你可以均勻用推的 是真的這樣慢慢慢慢推過去的感覺 它是一直補到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你還是可以維持你妝容的細緻度 所以我就覺得天啊 我人生離不開它 欸瑪莉亞如果今天只能選一樣東西帶出門的話 你會帶哪樣呢 只能挑一個喔 蛤這個問題怎麼那麼難啊 就是如果只能帶一樣出門 我會選這個耶 我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我會選泡枕藥 你們知道長唇泡枕有多痛苦嗎 在這邊身為唇泡枕達人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真的是一天要擦到六次 然後在很初期的時候趕快擦 才會好得快 一旦它發出來 原本你兩三天就可以治療好 發出來要一個禮拜喔 所以你說它是不是很重要呢 以上就是我非常簡單輕巧 很怕自己沒有內容的化妝報